昨天下午2點左右,在宜蘭市晶南南路跟凱旋路口附近 發生一起A2交通事故 那是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車,沿晶南南路往原山方向行駛 不慎衝到對象的路旁排水溝裡面 我們警銷貨報之後趕赴現場 車內有一名乘客輕微輕傷,我們幫他送醫救治 警方在現場也對駕駛有做呼吸酒測,並沒有酒精反應 詳細的造勢原因還有需要待後續的調查釐清 最後也在這邊呼籲用路人,駕車應該隨時注意車前狀況,以車安全 那個路段是不是好像之前也有常常發生事故 那主要為什麼那個地方常常發生事故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今年也有兩起就是駕駛致狀路數的交通事故 那這個路型它是一個比較有一點彎道的路型 所以說駕駛人經過這邊如果說車速可能會稍微比較快一點的時候 或者是說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就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這個路段的設計是不是就目前這樣看有沒有什麼樣的缺失需要改進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們再跟路權機關來辦個會刊 然後在現場演繹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可以 はい 謝謝大家